住美兩年半的口一哥回來了 但跟一般人一樣 也得居家隔離14天 外加7天自主健康管理 從美國跟著一起回來的狗狗 也只能等到主人解隔離 才能相聚 而口一哥返台隔離期間 還正巧碰上美方捐贈的疫苗 順利抵台 事實上自從去年開始 這個駐美團隊就與衛福部 一起在共同積極處理疫苗的事情 只是口一哥也透露 臺灣疫情爆發之初 我放第一時間向美國策員時 美方態度一度猶豫 認為全策還有不少比臺灣 更需要疫苗的國家 他們主要還是會考慮到說 我們在取得疫苗上 所遇到的一些政治壓力 包括就是說 我們衛福部有提到說 在跟BNT帶來洽談 這個採購疫苗的過程當中 可能遇到就是中方這邊的一個主導 但當臺灣獲贈疫苗同時 在野黨也抨擊政府無能 讓臺灣淪為疫苗乞丐 這聲音美方有聽到嗎 不太了解說 為什麼在捐贈臺灣疫苗上 會被 臺灣自己本身會被形容為疫苗乞丐 臺灣主 其實過去的一年半 是扮演一個非常大的貢獻角色 捐召之恩 美國政府點滴心頭 只是如今口一哥放棄台美關係 正好之時毅然返台 是否也如先前所傳的 為了明年議員選舉 我目前沒有這一方面的規劃 不過未來的是誰說得準呢 TVBS新聞李國堅去換柔台報道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